回IDEC虛擬辦 真的來了 可以拍手了 謝謝蔡的嘴下留情 可能因為還不是 大家等一下一定要提醒我把避章交回來 我不要再帶回家了 那我來分享一下 因為我們在八月的時候 黑客松有做一個提案 然後我們現在來分享一下這兩個月的進度 那很感謝就是在上次的提案時 有獲得一些就是看一圈朋友的建議 那因為我不太確定有多少人知道我們有這個年會 那主要是像剛剛那個前幾位的分享者有幫我提到 就是我們年會會在明年舉辦 那我們會有實體版的跟虛擬版的 那所以我們來G&V提案主要是做虛擬版的介紹 這樣子 那我們再簡單的複習一下 就是虛擬版的這些事情 但是等一下都會詳細的那個在表欄裡面講到 所以大家就是看過去就好 那因為我們現在是製作Prototype的期間 那所以有這些主要的事項 然後我們主要的議程議題有就是這五個項目 然後在這一次應該說在這兩個月期間的進度 就是我們從中就是去連結到說學界目前 台灣很重要的數位學習 或是數位教育有關的一些計畫 然後還包括說有一些實作的社群 這些也是透過這一次的開圓社群就是 或者是一些其他國外的社群去理解說就是那個 國內外有不同的社群在做這些跟開圓教育 或者是女兒精神有關的事情 那同時我們也會有線上的靜態展覽 對 那所以在 不好意思 本次想要請大家 剛剛有點閃退 本次想要請大家協助的是說 因為我們想要針對就是使用者可以做一個更詳細的調查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 幫我掃右方的表單填寫 然後他大概會花你大概三到五分鐘的時間 對 那在這個表單裡面的話 會講到的是更多關於說我們的議程主題 然後尤其是可能會發生的議程 然後也會想要了解一下大家的數位工具的使用習慣 那尤其如果說您是對我們的活動有更多興趣 然後我希望之後可以跟您做一個更詳細的使用者的訪談 那希望說我們的議程還有我們的活動規劃 可以就是更貼近我們的使用者 那同時就是也在這邊推坑 就是我們有這麼多需要那個協助的地方 然後我很感謝就是每次我來G0D 因為我不是技術背景 然後所以我跟大家講一輪 然後大家就說不行這樣你會瘋點 不行你這個絕對會翻車 或者是那個你這樣絕對會忙不過來 然後我就說嗯太好了 這就是我每兩個月來一次的目的 就是我來一次我就知道我什麼東西要砍掉重練 然後今天我獲得最實用的建議就是 你就是說技術的事情你趕快外包 你趕快把議程弄好就好 那不管怎樣就是如果您對教育或者是開源教育 或者是如果覺得太專有名詞的話 那就想像的是怎麼樣讓教育可以更加的開放 然後自主然後更加以學習者為中心 然後如果你在意的是這些議題的話 就歡迎就是關注我們的年會 對然後我們大概下一次也還是會來分享 謝謝 謝謝你 你知道IDEC除了 International Democratic Education Conference 還可以說 因為我實在來說 I don't even care I don't even care 感谢观看